从这个月的23号起 本地民众和外国旅客每人获准携带最多20个 在出发国批准使用的官品自助检测仪入境我国 以满足他们的检测需要 卫生科学局在答复亚洲新闻台的询问时表示 随着边境的重开和自助检测的需求 卫生科学局理解入境者需要从出发国携带检测仪来满足检测需求 由于我国批准使用的自助检测仪 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买得到 因此当局允许入境者携带出发国批准使用的检测仪 限定每人最多能够携带20个检测仪 是基于入境者在14天内必须每天自行检测和重新检测 不过我国仍然禁止通过邮件包裹进口 以及未经当局批准和颁发执照批发供应的自助检测仪